台湾的社会新愿景有很多能源转型 从碳为中心 然后到新能源、绿能 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愿景之一 这份报告提出了很多有关能源如何转型的一个新的政策途径的一些厨艺 我认为是非常可取 我相信很多的内容都可以作为政府的参考 当然这个报告当中也谈到企业该怎么做 学术界该怎么做 公民社会组织该怎么做 还有民众该怎么做 政策不应该只是给政府看 给政府听全民一起来做 这样子才能够作为一个全民政策的建议书 这个建议书发了很多的心血 我是被感动 感动的就是周桂田带动这些人 做了有关能源转型、社会转型的分析 更具体的建议 这是对我们的政府、对我们的社会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以前都在讲气候在变迁 全球在暖化将来会怎么样影响下一代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 我们现在已经看到这个全球变迁 气候暖化、气候变迁这个后果 所以即将已亮了 高温、森林大火 这些都在发生 所以我们再也不能说 这是下一代的事 这是我们的事 我们年轻人就会要遭受到很痛苦的一个阶段 所以我想我们的努力是很重要的 我想台湾现在的人员转型 遇到一个很关键的时间点 这两年包含像全球的组织 像R100、CDP都明确的要求 大企业要揭露它的看足迹 或者是它的未来绿电采购的政策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间点看到的问题 来自于社会是不是具有足够的共识 让像太阳能发电、像风力发电 这样的友善环境的绿色能源 能够在跟居民跟利害关系人充分沟通后 加速它的安装、加速它的发展 让我们的企业在台湾的生产 能够买足它所需要的绿电 那这是我们希望看到未来五年、十年 台湾在绿电产业或人员转型上面 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方向和目标 我觉得它对台湾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 可是这个议题很不幸 就是大部分人对它的了解 以及它的紧迫性是非常非常低的 可是它却是我们现在跟未来要面对的最大的一个挑战 可是呢不管我们有多么好的政策 那都需要很多的互动跟很多的沟通 来提升对这方面的认知也好、知识也好 或者是相关的策略如何去做 以及对于这方面的工作也好、这方面的知识也好、它的一些衡量的标准 怎么样深入到我们的生活、深入到我们的工作 使我们能够达到真正的心愿级 那它都需要一个非常完整的 互动沟通机制 那这个机制不只是对一般的大众 甚至于不管是采观学、各个不同的层面 因为不同的人他会有不同的人质 不同的期待 那因此呢不同阶层在不同时间、不同的对象 的一个完整的、具有弹性的互动 我们说communication engagement 就是沟通跟议和的一个计划呢是要有的 是应该要包括在这样子的一个研究里头 能源转型跟社会转型两个之间的互动 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 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 就是怎样使我们的政府 还有跟我们社会民众 对这个问题的本质有所了解 这个才能够真正达到 我们所要做的政策建议的目的 所以这中间有很多的考究 那这本报告呢 在这方面我想也可以琢磨得非常的好 往这方面继续加强一下子 要做到气候变迁或是温室气体的减量 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因为它必须要改变到我们非常多生活的习惯 可能要牺牲我们的所得才能够做到 所以这是一个社会转型的一个大工程 要整个做到这个事情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会影响到我们现在所做的任何的行为 做了任何的消费和生产 会影响到除了是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快乐之外 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世代 还没有出生的未来世代的幸福和快乐 我们可以在一个小的机构里面 例如说台湾大学里面成立一个是未来世代的机构 让它参与决策 看看会有什么不同的决策出来 在各个机构里面 在各个民间的团体里面都可以有造成一个代表 把你说成说你是未来世代代表的话 你在那个机构里面的行为就会不一样 你的发言 你的意见就会不一样 这本报告它盘杆的面向很广 而且很多面向都有深度 但是知识面的东西呢 它从研究的成果要到它可以实现 其实还是有蛮长一段的距离 所以我们比较关注说 这本报告出来之后 后续的实现会不会有比较具体的方法 在吃新面上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认知面的增强 所以从报告里面看到 有些国家它的认知面很高 所以它去推动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比较快 比较没有阻力 我们的民众的认知面 确实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旦认知的部分已经强化了之后 其实后面很多的建议 它的执行不管是走政府的 还是让企业自动自发都会比较容易 所以现在要立刻开始 可是大家都知道社会转型不是革命 它必然是需要一点点时间 但是我们时间不多 所以什么样的方法有效可以利用最后这几十年的时间呢 让我们回到地球 便适合我们人类生存 而且我们还可以跟现在一样的发展 这个还是结论里面比较重要的碰到 我想这个报告书非常有意义 特别是对台湾现存的工业 有很好的一个说法 因为我们国家在过去的发展以来 因为使用化石燃料较高 因此我们工业的产品含炼料较高 那么特别指出说未来我们的方向 第一个当然我们要节能减碳 那第二个我们提高我们的能源效率 第三个我们要多用绿电 配合起来下 使我们的二雅八蛋使用的排放可以降低很多 这会增加我们国家未来经济的竞争能力 以及对我们下一代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 在能源软型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社会的沟通 社会共识的建立 不管政策的方向如何 如果没有社会共识的支持的话 其实在推动起来的效果 跟它的效率步骤的话会有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或者是困难的产生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建议书里头的 很多确实的看法跟数据呢 化为比较容易了解的 图表也好或者是内容也好 透过更多的不同的新旧媒体 让大家可以知道